看看这些都是朋友们的货 马上发走 今天我在家呢不但是发货 我还收到了那个五件货 五件其实我已经知道是什么了 因为我们之前都已经联系过了 一共是五项水果 是咱们朋友 已经不能算是网友了 因为我们来来回回互动好多次了 已经可以算说算作是朋友了吧 是好朋友发过来的五项水果 是有我们五个人的 我师父的 我的 还有是慧儿姐 还有我们西谷顾班长的 我现在要去给他们分发礼物 我现在是越来越觉得 做这个自媒体回家创业 这个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刚开始是觉得买买家里蜂蜜 然后后来是解决了我 就是上班工作需要赚钱嘛 然后解决自己的这个开销 后来慢慢演变成了 就是很多网友朋友们来支持我 然后就是我们私下礼啊 微信啊包括什么来回互动平凡很多 然后私下见面沟通 又收过了很多很多的真正的好朋友 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明智的选择 要感谢这个平台 更要感谢我师傅 现在把这个先给潘叔和会儿姐给过去 哎呦 我刚刚把那两箱给潘叔和会儿姐送去了 我现在因为太沉了 这两箱家一起可沉了 然后我已经走过近道我送潘叔了 我送去了潘叔没在家 我就把这个水果放到他那个小炕旁边那个座本上了 然后我给潘叔打了个电话 我说潘叔不往下送了太沉了 然后我现在把这个给那个顾班长送出去 所以一个还好一个没那么沉 是新的呀 你一般不必要不出库啊 我给你送礼 咋的呢 这不连不劫的 那个还是范围 你完了来你领了 转了一番 那个那个 庄特别的网友 他是给你的 不是刚回去吗他说 刚回去啊 转圈就转圈吧 那是什么领的 哈哈 那天特别转框了 那天谁也不想借 嗯 所以他特别感谢我 是个优厚的待遇 哈哈哈 这老老大姐其实非常好 还有人 不是网友的网 不是好朋友的网 谢谢 站住 排排那个草原工业補杀的 行行行 那我们上去 请吧 他找的你是西克 你怎么不来 我头一会儿来 去吧去吧 最安全了 嗯 你看这两台下雨下雨都涨水 嗯 这个雨 啊 看看这河水 都可大了 我我跟我妈跟 哎 上面这水是我眼花了吗 把绿哈 嗯 是把绿是吧 是 嗯 我和我妈现在到 我师父原来住那个 小木屋那个位置了 看这边这个河水有多大 我和我妈 借着那个给顾班长送水果的那个油头 又上这个溪谷上来又拽了一圈 然后现在是下午了 有点冷了 溪谷这边海拔高嘛 但是这个落日啥的还是挺有另一番感觉的 现在十一长假也快结束了 红叶也快落霉了 是不是回去盖上班的上班 该干活的干活的 都没有叶子了 我赶着上来一看 你往前点 显得我脸太大 我上后 大脸蛋的那么大 你快拍呀 你是录我是拍呀 录像 你录像 一二三 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了没 准备好了 我在录像 我给你好好拍一个 我录你呢 是我爸让我培养的都变成摄影师 我的水平还不行 咱俩对着录 咱俩对着录 好 我膽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